這個是這史上最高最高的金額 這個美國巨額投資補助計畫 過去美國最批判的就是產業補貼 歡迎大家去告他 每個國家都可以去告 公然補貼 公然補貼3000億 那他這通過的法案叫做 美國競爭法案叫 America Competence Act of 2022 那這個部分他主要用在的 半導體汽車關鍵產業部件補貼等等 那我們這邊就來請教這個大使 這個美國怎麼突然之間不演了 過去還會講一下說 沒有我們這個不能補貼 你這中國補貼我要制裁你等等 那什麼現在突然之間呢 無所謂了 就是已經是制度投降了嘛 制度投降 這很嚴重 這制度投降 美國人的整個所謂自由主義 美國這種所謂的這種自由主義經濟學說 他基本上就是說 政府啊你是越不要管越好 尤其人的就是說社會的經濟行為 你最好不要管 因為要讓那個市場來決定 你政府干涉事實上就是不對的 錯的 而且呢你是越幫越忙 而且你沒有你 而且有個什麼 你沒有正當性 這叫沒有正當性原因是什麼 就是說 你要補貼 那我們社會上有360行 你為什麼選那一行 其他兩百 三百五十九行你不選 這個在美國會不會違憲 或者是違反他們美國人精神的問題 這是美國違反美國精神 公平性的問題 那你政府為什麼要 這個叫英文就是說 你有什麼 你有什麼 你有什麼理由 有什麼資格 來決定誰是勝家 誰是輸家 尤其在這個商業競爭行為裡面 這是一個競爭的 而且你拿的錢是大家的錢 對 我今天為什麼要去幫助電子業 對 電子業已經賺翻了 我應該去幫助什麼 我應該幫助現在這些需要幫助的產業啊 對不對 所以這個東西叫 這個東西英文叫cherry picking 就是在什麼 採櫻桃 我以前跟這個在外交部接待一些外賓 尤其歐美來了 他們就說他去經濟不參觀 他說你們為什麼還有工業政策 你怎麼可以有產業政策 不然他要怎麼辦 他就不管 不管 不管有產業自己去決定 他就是自由競爭的啊 那他說那你這個 你為什麼 你們社會不會有問題嗎 你今天政府拿著大家的錢 去補貼那某一些產業 那這個產業他不能虧錢 他只能賺錢 那麼有些產業 然後虧死了你也不管他 嗯 對不對 那你是為什麼 你的justification 就是說你的你的合理化是什麼 他認為是不合理 對 所以這個是其實在歐美的所謂政治經濟學裡面 這是金科玉律啊 這應該是底線的思維了 這底線了 對 所以他現在已經證明這套思維現在破產了 所以他用行為把他這個做 就是說他的這個社會政經結構的一個支柱 他進去把它敲掉 就是公然一套 因為他覺得你這整套東西就是拿到競爭市場上 美國現在弱勢 不具競爭力了 那他就事實上他敲掉美國這個政治經濟結構的幾個支柱 一個支柱就是沒有產業政策 產業政策就是自由經濟主義思想 政府不能決定哪一個產業可以生 哪一個產業可以要死 透過產業自身的競爭來決定哪一個產業生哪個產業死 市場是上帝 市場決定一切 市場決定一切 你政府所有的作為 就是說subsidy 這個英文 基本上就是扭曲市場 市場是不能夠去扭曲的 是 這種 你靠這種 這種所謂的補貼 你就是扭曲市場機能 那基本上第一個是浪費的 回過頭來 你政府憑什麼 在360行裡面 只去支持那一行 那其他人都不關你的事嗎 而且你的稅金是來自360行 對你來自360行 那為什麼他這一行做生意 你就要給他錢去幫他做呢 對其他人你不給 你是什麼原因 因為怎麼樣 他人家說 你再怎麼講都沒道理 你是不公平的 你是cherry picking 也就是說在採櫻桃 他這個英文叫cherry picking 可是他們現在how to expand 他們怎麼解釋自己的轉彎 這個轉彎是打從我們讀書以來 所理解的美國世界的崩盤 他就不去談這一方面 完全不談 完全不談這一方面 而且問題就是說 這個東西 共和黨也不吭氣 而且還想聯手通過 對因為這裡面就是說 這個大法案 他有三千多條還三千多頁 所以說大家都來共襄盛舉 你把要的東西加進來 他還把要的東西 他還加進來 那我這三千億今天拿到 共和黨分一千五百億 民主黨共和一百 你各拿回去給你的產業 人人有價 人人有價 所以這個是一個皆大歡喜 那什麼美國的政經 美國的這個 political philosophy political economic philosophy 不管他了 不管他了 所以今天美國已經宣告 他自己的制度 在某種程度上 因為缺乏競爭力 國際競爭力 對不對 所以他已經把他基本原則 已經放棄了 那回過從另外一面來看話 就是說 他已經認輸了 他在制度跟哲理上投降了 投降了 這件事情很嚴重 非常嚴重 這個是他們的 Bible 就是說 你看美國 美國沒有國音器耶 對 美國連鐵路都是私人 M-Track超爛 美國鐵路都是私人的 美國連電廠也是私人的 對 那美國 美國沒有一個是 沒有一個是 什麼都可以上市 對 什麼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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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私有化 為最高製造原則 嗯哼 甚至 甚至美國現在怎麼樣 美國監獄也是 也是私人 也是私人 這我很驚訝 有一次 因為我最近看了蠻多美國紀錄片的 對 然後他們就在講美國監獄私有化 其實是造就美國犯罪率 再犯率很高的根本原因之一 對 他做生意啊 對 他讓這些人 就是等於說你出去之後 嗯 那你最好要回容 因為你不回容 我建議要關門啊 你最好監獄就是不斷的 就是所謂的育友一直爆滿 對 你越來越多的這個受刑人 越來越多 對啊 我監獄還可以開分店 對 很恐怖欸 這思維 他從這個思維去思考 所以他們對於 所謂的受刑人矯正這件事情 完全不在意 不在意啊 而且他也 希望他繼續回來照顧生意啊 對他希望他們一直回容 而且他們甚至是會創造 想盡辦法去創造一個空間就是 這些育友在外面是無法生存的 嗯 你就強實的仰賴了這個育政系統 對過火 所以這些人出籠之後又回籠 出籠之後又回籠 然後懷念這個監獄多溫暖啊 對對對對對 好驚人 美國就是很 美國 美國本來就是什麼都是 政府不要碰最好 嗯 就政府就是一個 所謂就是 他們叫什麼 英文叫 necessary evil 就是說一個必須的一個邪惡 一個惡魔 嗯 那這個惡魔你最好不要去碰它 然後這 共和黨講的是什麼 Least government is the best government 有時候越小的政府 嗯 越簡約的政府 就是 越好的政府 對 最好的政府就是最簡約 最小的政府 對 那你看這一次拿了三千億 對不對 老百姓反正都是老百姓選汗錢嘛 嗯 那共和民主兩黨上下交爭力啊 兩個把美國的基本立國原則丟了 就基本上 你看好 好啦 五百三十億 給這個晶片生產 給誰啊 美國就那幾家 你就給intel intel欠錢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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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了要死的錢 賺死了 然後intel 今天失去了競爭力 他們自己的那個總裁都說 我們自己也有錯 那你自己的錯 你為什麼要政府拿了老百姓五百三十億 美國老百姓 有標百分之幾是睡在馬路上的 對啊 那些人連飯都沒 那些人連車 遮風避雨都沒有 那你政府一拿就給那個 五百三十億給這些產業 這些產業的大老闆 年薪都是千萬美金啊 都進出 上班搞不好都做直升機了 是 那為什麼 為什麼要去幫助那個winner 不幫助loser 你政府是要幫助失敗 是幫助底層的人 你現在去 你現在去拿了大筆的他錢去記住他 可是呢 救得起來嗎 也未必 因為產業政策成功的國家很少 對 其實產業政策成功的國家是奇蹟 是奇蹟 其實在世界上都是少數的狀況 大部分都會成為失敗國家 我最近這個東奧北京東奧 當然25個國家的元首領導人 就到了北京去 然後我剛好看到那個誰啊 巴基斯坦的總理啊 對 他現在這個是 他是一個板球運動明星 嗯 長得很帥的啊 對對對長得很帥 像英文 他叫做什麼什麼漢啊 對對對 那陳基斯汗的漢 對那個漢 那個漢是他們巴基斯坦常見的一個姓 那 這個 他就接受採訪 然後你知道 我覺得他蠻有意思的 這個人真的是一個人才 他說 嗯 這個貪污啊 嗯 貧窮 最終 如果不能就是落實法制的話 最終啊 國家就變成香蕉共和國 所以他看得清楚 嗯 一個國家的腐敗 到最後其實就會淪為赤字民意 嗯嗯 對 所以現在我覺得美國有點在 倒過來吃那個果 就是 美國是集體舞弊 對 美國現在這些 各這些參眾兩院 啊 425名再加100名 一共525名 美國的聯邦專政員 一起搶劫了美國老百姓3000億 天啊 然後回過去來投 他拿到自己的選區 做對自己連任有事 有益的事情 就這麼簡單 嗯嗯嗯嗯 所以你看他現在這種大的這種 大花花大錢的 動輒3000億 動輒1億 1兆5000億的這種 最後都會通過 為什麼 所有的這些 在投票的這些美國議員 都拿到好處 嗯嗯嗯嗯 都拿到好處 他為他的家鄉 你看我又 我又替我們爭取回來幹嘛 結果錢這個家鄉 你要那麼多錢幹嘛 蓋個文字館吧 所以就是很浪費啊 其實這是不是 大使這是不是說 當年產業虛極化所造成的 因為其實你放在市場 對 去到處侵吞 到處侵吞 然後他就不斷把產業往外撥 往外丟 然後其實美國產業本身虛化掉之後 所以現在美國有點倒過來 受到這樣的苦果 其實 其實是這樣 就是說 其實 美國的 基本上 經濟的內容 跟中國的經濟內容 是不一樣的 是 中國是以製造業 而且是一個非常有各種 它是一個工業大國 是一個好 有全方位生產的 一個大國 那可能賺的錢不見得美國多 你美國今天賺錢是什麼 美國今天賺錢 是用它什麼 用它的這個創造力 用它的這種高端的 這種有壟斷性質的 這些產業 這哪一些呢 就是細谷 細谷到現在 對不對 你賣一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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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賣一台手機 你生產一個東西 你要付給它多少 這種所謂的這樣權利金 也就是專利費 你今天你不但要付硬體 你還要付軟體的 對 你用Android 你用Android 你要不要花錢 要 你用它的任何一個APP 要不要錢 要 美國在這裡賺了多少錢 對不對 所以另外一方面 美國航空工業 對不對 國際民航機 它這種幾乎壟斷 藥品 醫療器材 對不對 然後美國還有這種 這種廣大娛樂產業 運動產業 對不對 然後更厲害的 美國是放貸專家 金融產業 美國金融產業 所以美國 你不能用說 它沒有這個工廠 沒有這個製造的東西 它事實上 它的還是最大的經濟體 23兆 是 它的國民所得還在6萬多 平均 基地6萬多 它是身材的方式不 只是美國人 基本上 它基本上 它國內是社會達爾文主義 它這個差距非常大 達得非常大而已 窮都在街上到處打滾 有錢的已經飛上太空了 有錢人真的是做到下幾倍的夢都已經開始實現了 我之前問幾個朋友聊到 我就說 20年前 你覺得這些有錢人在太空 在太空船上面飛來飛去 你覺得是電影還是現實 大家說應該是電影吧 結果 時至今日已經好幾個富豪上去了 這是傳統的美國觀念 美國基本上 它這個東西 它就要走四個化 你本來NASA 是美國的太空計劃 聯邦的 聯邦的錢 對 它發覺到最後 它還是認為最有效率 對不對 那還是用民間來做 所以你這個什麼SpaceX 還有一個Blue 還有一個Blue Origin Blue Origin 這兩個東西都是最有錢的 對 它事實上它希望你這些資本家 來經營這個商業 你用企業方法來經營 對不對 所以 所以這是美國的 真正的美國的精神 可是你今天美國去補貼這些產業 是因為這些產業沒競爭力 你就給它錢 這不對 美國在過去也有很多補貼 可是沒有這麼 這麼浮誇 這麼直接 美國以前有怎麼樣 以前美國跟這個 美國的波音 跟這個空中巴士打官司的時候 波音 空中巴士就告波音 他說告美國政府補貼 什麼原因 他說你有一個輸出銀行 我們台灣有個叫中國輸出銀行 對 輸出銀行是幹嘛的 就是說給低利貸款 給外國你在做貿易的時候 你的買主沒錢的時候 或你賣方錢不夠 我給你低利貸款 嗯 其實它這個是這種補貼 對 譬如說那你今天 鋼果金夏沙共和國 今天在挑A300還是 波音747的時候 是 那性價比都差不多 可是美國突然 波音說 我貸款給你 我們美國輸出銀行 給你一個低利貸款 基本上 基本上 你也 低到幾乎沒有利息 嗯 然後你只要 你東西先拿去 你的當配也是很少 嗯 那這個就是一種補貼啊 對 你銀行你的prime rate 比如說3%的話 對 那他給那個 他給那個 他給那個 他給金夏沙買主 無息貸款 嗯 那這不是補貼嗎 這算是一種補貼 結果 那波音就 那個 這個空中巴士就在告波音啊 你美國政府補貼啊 哦 用貸款的名義轉移管 對 以前是這樣玩的 那現在 現在美國政府就直接 不演了 不演了 錢編了 就給你丟下去 可是問題就是說 美國老百姓現在我覺得 你看美國民意的多脆弱 嗯 如果老百姓沒有人 沒有人出來 沒有人出來講話 大家是因為 疫情的關係 拿錢拿到 習慣了嗎 我覺得差不多了 差不多 反正美國人印鈔票嘛 對 對啊 印鈔票啊 他現在 最近突破30兆嘛 對 30兆看起來很恐怖 是 可是基本上 還不到1.5倍 還不到美國的GDP 1.5倍 日本的國債是 2.5倍 對 可是日本是這樣 他是國債 他現在就是要逼什麼 逼老百姓拿錢出來 嗯 因為日本人太保守不消費 他們就通縮嘛 對 長期就是大家都 跪在家裡面 然後物欲降得很低 所以 所以他就變成 日本是負利率嘛 銀行負利率 安倍搞到負利率 就逼大家出來花錢啊 嗯哼哼 對不對 然後 你放銀行裡 就不讓你放 放了就等於收管理費 讓你出來投資 可是日本人更更 日本人更更 日本人更更 日本人我覺得真的是 有的時候真的是 凹到底啊 結果銀行錢拿回來了 去買個保險庫 錢放在保險庫裡面 也不花 所以這個經濟的問題 我覺得是 我覺得是蠻有趣的 不過美國這一次 這個3000億啊 第一個我覺得不會成功 為什麼 很多人說 我看這個光線BBC他都說 可能是會造成全球的 晶片作戰 所以我今天 顧一下一個新戰啟動 其實美國的晶片 這個產業沒有競爭力 打不贏三星 打不贏這個台積電 不是缺錢 那不是 美國今天intel 他很容易 他美國的融資管道太多了 對 對不對 他自己可以發公司在 intel也還沒有插到那個銀行 可以看到 他可以到這個華爾街增資 對不對 他可以找銀行 對 美國來講的話 美國的融資管道那麼多 何差你那350億啊 對不對 他今天有了350億 他還是沒有競爭力啊 他的競爭力的問題 是出在他的所謂的 labor standard 跟他的work ethic 所以labor standard 就是他的勞工的標準 是 你今天成本很高 嗯 然後你會讓這個勞工 他這個整個的就 沒有辦法做到我們台灣工程師 像張忠謀先生講的 吃苦耐勞 十萬七年十萬乾 GG輪班救台灣 GG輪班救台灣 這樣也沒錯 這個是網路梗 但是蠻好笑的 你美國人 美國年輕人不是你這一套 對不對 那這個是問題在這個 另外就是work ethic 就是說你的工作輪 那沒有像台積電對不對 搞我們這個台灣青年對不對 這個都已經是台青交了對不對 他身上還每天叫你24小時 on call 老闆找你不接電話 K 然後一進去三天兩天對不對 一進去就兩天 第二天第三天給你休息一天好了 就這樣玩 那這種工作倫理的話 對我們台灣的這種 這種年輕人來講 都可以接受 到美國他不吃你這一套 他覺得莫名其妙 對啊 那個on call 那個壓力真的很大 因為我很多朋友都到 我以前高中同學很多都去台積電 台積電 吃飯吃一吃 電話接起來 喔是好 好 然後說不好意思 我們可能等一下再15分鐘 我得回家連線作業 連線作業 對就是這樣 24小時 隨時 薪資真的是高 但是壓力真的大 可是再高也比美國人高 當然啦 跟美國人沒辦法比 美國隨便一個這種的 6千塊美金一個月 那一年6千塊美金 638就20萬台幣啊 我的天啊 這是很普通的啊 嗯哼哼哼 對不對 你台灣這些能夠拿到15萬嗎 12萬嗎 跟他都只有一半或者三分之二就不錯 嗯 那你這個所謂的那個productivity 就是說他的那個生產力 跟台灣能比嗎 是 對 那另外一方面 美國的這些上層 那可是 把自己搞得都舒服到 要舒服到爆 華爾街之狼 對 就是這樣 但是你幫我做過來一點 好啊 這些這些美國的問題 美國的問題 不在於他缺錢啊 我認為美國不在乎缺錢 錢硬就有了 美國的問題是其他的系統性的問題 對不對 那錢是不缺的 所以你想用錢解決問題 我覺得我沒有對症下藥了 所以我會想用錢 我會想用錢 我會想用錢 如果真的還要來 給你一次 其實你這一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